第七集 第七集 大家好,我是信子 歡迎來到閃燈教學教室 我們閃燈教學教室已經第七集啦 今天我們來拍 夜間與天人像 GO! 好的,我們就用圖文說明 這樣最簡單 這次沒有特別去錄 錄怎麼拍,因為晚上很暗,不好錄 那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Model Model就在這邊 那我們這次 首先需要兩支燈 第一支燈 我們要補Model的正面光 通常這支燈 我會建議用LED 因為LED所見即所得,會比較好打燈 那這支燈的話 就是用閃燈 閃燈就夠了,因為閃燈出力會比較強 閃燈的話 我建議出力的話 差不多我們可以從 四分之一開始 出力差不多從四分之一開始 對,那前面的LED燈 就是根據你相機 側光的亮度 就是剛好讓Model的臉部亮度 是正常亮度就可以了 那這樣子拍的話呢 加上下雨的話 好,這樣就開始灑水下來 這樣就開始灑水下來 好,灑水下來以後呢 這樣子拍下來 因為閃燈會凝結雨滴 好,那這樣拍下來的話 就會有 有那個泛立圖的效果 就是那麼簡單 好,以下是技術總結 正面補光讓Model臉上的光線為正常曝光 二,後方閃燈出力主要是勾認出Model的線條和雨水的線條 三,第一支燈可以用閃燈或是LED燈代替都可 四,如果沒有下雨的話可以用灑水器替代 五,沒有Model的話可能會失敗 來,技術總結完畢 我是杏子 喜歡的話歡迎訂閱留言加按讚 然後就參觀看 到四,三支燈會 到四,五支燈開 立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